特菲尔 终于在左侧45度另中三分 哇再要拖 这个球时间还够吗 投一压哨不错 曾经在美国有一本专业的篮球杂志 对它有过介绍 很详细的介绍 好球 退防的还是非常及时 空尾出手 漂亮好球 逐渐的天津队把比分追上 非常耐心追平 连高 这场比赛我们注意到天津队 打出小高潮 然后这个比赛的时候他马上能飞过 毕竟他有外援制度 他的战役更便宜 毕竟他三万元 能不能还一个 漂亮 命中率也一般 九中三十三分 这个2加1 特尔菲尔确实还是能力强 个人能力相当强 就有点多 还是特尔菲尔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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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不可挡 这一段挡拆 漂亮 特尔菲尔在天津队当中拥有无限开火圈 特尔菲尔 可以用犯规 就刚才这个动作是很明显的 任务就是不停地挑衅就可以了 这个犯规太不值得 要冷静 这个时候裁判要控制局面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好像是大外园犯的龟 在之前特尔菲尔有一个围体 有一个 腿上有一个动作 很情绪化的这么一刻得分手 冲突还是不能够保持平静的心的 好 现在换防弹顾全去防御特尔菲尔 对 今天特尔菲尔真是 透露 得了解了 了解 三分球17都中六 目前得33分 13发全中 13发全中 他就占到了上风 臭的耗分 对 杀上力 对 杀上力 当然对天津队来讲 这个是 威尔那个 威尔姆斯 16发全中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特尔菲接球就投 中 还是在投入 今天看来有望 他就有望挑战 挑战记录 对 出现一个新记录 刚发弯球是43了 就连续两个三分 现在离一记录就五分了 特尔菲尔打球 有的时候他是有一种冲劲 52分了吧 52分了 再投一个一个就平了记录了 再投一个就超了 超了记录了 投一个三分就超了 他不是开心的 达到11.9 就是说除了特尔菲尔 范杰兰命中 平记录了 平记录 54分了 对 超出 这创新记录了 尽管这场比赛 在东莞的主场 特尔菲尔打出了神一般的表现 56分 再加罚就57 三分九 百分之四十三 罚传中的目前为止是百分之百 哎呦 终于晚节不保 还是非常的 那下一场天津的主场 对对 他那个2加1 加法没有命中 又后来又罚了两次 都罚进 21罚中20 58分 三分球 23投中十 两分球 11投中四